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愿解如来 尊实义 愿解如来 尊实义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显师同修 我们继续为各位来禅解 《易经》还有佛经 尤其《金刚经》的内涵 《金刚经》所阐述的 到现在有一千多家 来阐述与个人不同的见解 不同的境界和立场 职业身份来阐述金刚经 所以没有说哪一部经是对 哪一部经不对的 要看你们守护的 要看你们大家 你们的职业 当下的立场 来残结 但是《金刚经》你 不管怎么样 你依照经文 一字不漏的 一直此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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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很自然的 会增长无限的智慧 会增长的智慧 法音 先由 普度你的亲人 普度你的祖先 还有加持我们的守护灵 守护神 护法神 所以诵经的重要性 和一般你读小说的重要性 完全不同 你读小说 你阅读烦恼会越多 你诵经 念经 你所阅读的 你的烦恼会一直 会越减少 这是一定的道理 我所以才 真照王产老祖开示 鼓励我们维新贤士 大家要诵经 因为我们的教义 就是欲经 风水和宗教 宗教 除了我们平时的佛经开示 讲座以外 自己实时要自我修行 就是要诵经 诵经 再诵经 尤其现在开始 要我们各位同学们 你们要找到你们自己的 本性的真言 本性之年在哪里 王展老祖所传的 鸡手 七十二天师 加持世界和平 共转法轮 报告 这一部经 就是我们 里面 可以找到 你自己命挂的真言 命挂的真言 就有如刚才 我们要讲经之前 我们要念四句句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时 愿解如来真实意 同样的内涵 从样的功德天啊 听不懂 命挂真言 你们有没有 没有命挂的请举手 没有命挂的请举手 你先上来 投胎转世为人 也有他的命挂 投胎为家处 六道群生 也是有他的命挂 只是你不了解 他是几天 几月几日生的 所以没有办法他了解 他的独立命挂 但是一旦有这一个 设身出来的时候 他就有命挂 是集合命挂 六十四挂 加上物极都天都地 合起来七十二挂 这集合命挂 所以我们要了解 众生都有他的生命的尊严 那再来 没有 这个没有 没有办法脱胎为人的 脱胎为畜生六道群领的 他也有命挂 他也搞不清楚 那只有我们 要诵经 依照经保 你来诵经 送七十二天之 这个经保的报告 的时候 这阴波 你会回降 转世 加持 所有这个动物灵也好 动物的身也好 他也会幻想他的 决性 决性 灵性 所以 那么一旦人死了 众生 在灵魂界的 有如 现在我们 谈诚上 有中华民族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 列祖列宗之祖灵 你也搞不清楚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的祖灵 任何一个姓氏的祖灵 他的命挂在哪里 我们只有用 来秦宋经 七十二天之宝告 这命挂 来 回降 转世 王产老祖的天威 加持 回降 进入新田 进入我们列祖列宗 祖灵的新田 能够找到自己的良心在哪里 这都是命挂 增严的宝贵 尤其 我们现在 所供奉的 有中华民族 917位天主 帝王总统 朱建宁 他们也死了那么久了 命挂还是存在 入不 西湖以来 124位天皇 朱建宁 也是一样 韩国 202位 天主帝王 总统 建宁 也是一样 都有他们的命挂 在空界中 灵魂界中 都有命挂 只是不知道 命挂的尊严在哪里 所以要借助我们维新圣教 我们的所有的维新圣教的同修文 大家诵经 来回向 所以王山老祖 开示我们维新圣教的宗旨 维新圣教 一经大学的宗旨 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所以各位同修 你们要记住 我们的宗旨和天命 大家都是在为国修道 为什么国 为佛国 来修道 为自己的灵性之国来修道 为自己 南天净土 来修道 极乐世界的活果 来修道 为民祈福 凡是天下有缘的人 要用你所念的尊严 精宝的尊严 转达 传出虚空 然后 来 和众生 能够相互的辉应 印心绝饼 所以本为新圣教 和一般的宗教 我们的教文 我们的教义 我们的天命 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求个人 我要往生到哪里去 我们只求 大家平安 国家平安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你就有机会 自然成道 自然修行 正道 所以 希望各位 维新贤士同修们 你们要进入 本为新圣教 宗旨 你们要弄清楚 你们进来 内容的法文才有意义 你家所拜的神 王爷公 妈都不 帝阿公 官乘帝君 太主牙 他们都是 天地无我的 天地无我 金刚妙心 才会成道成火成神 为什么官乘帝君 他会成道 受人家理静 因为他的心是天地无我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 我们本着天地无我的金刚妙心 我们来修行 出处为国家 为人民来修行 国家 不是当下的国家 而是 无量节来的国家 你 过去生投胎在欧洲哪一个国家 你有那时候的国家的国民 跟你有缘 现在还在灵魂界的某一个触手 还在那边受苦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 你来到台湾出生 以这一世来这里投胎转世 然后你用 这个因缘来练经 来回向 你有守护神 你不知道 你过去生在哪里 没有关系 只要依法修行 练经 诵经 然后 然后就可以回向 回向法界 十方法界 也会回向给你多生的父母 多生的兄弟姐妹 多生的有缘的人 所以你要世界和平 一定要名养两界同观照 名养两界同观照 这是很重要的 这是很重要的 明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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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功德最大 这个是陈佛之道 陈佛之道 明朗两界应改 两个世界同观照 共同来关心 来普照 关心普照 这个方法只有一个诵经 所以你们进入维新圣教的法门 你们多了一个诵经的法门 你们平时在家要有时间诵经 回向给你们的多生父母 一般 江湖 述书先生们 所没有注意到的 就是诵经 只在那边盖功 我能够怎么样 能够怎么样 事实上没有修心 那是没有办法达到心安与自在 所以我希望各位维新闲事同修文 大家平时自己要多诵经 都回向那个祖先 祖先的不安 我们的祖祖孙孙 绝对不会多安宁的啦 曾经一位先生 他是台湾某一个大学的教授 他非常有名的教授 他对于宗教方面 对于宗教方面 他一概不予置评 但是也不予相信 但是有一天 他的夫人 和他来到宪佛寺 专门要为他的儿子 为他的儿子 来了解他的儿子 要投资 要投资一个事业 在香港好不好 在珠海啦 我看他的儿子的命卦 是魁楚莲 就封着宗湖 封 水呀 好 而且 四咬破 碎破 碎破 荒走的中午就如履薄冰 沒沒收 我說你兒子 想做大一直做大 你兒子是要睡破 睡破 掛中無財 掛中無財命中無財 兒子是來給你開機會的 而且十月份 他原神又破 父母也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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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破 一無數數 你兒子長得很好看 很帥 他隊伍很帥 但是呢 很空高 花錢不眨眼 他是就這樣 他一生 每做事業都要失敗 他要失敗幾次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他一生要失敗六次 哎呀 叔父啊 我兒子現在十二歲 還沒結婚 就把他已經了了五次了 看這一次一起了了就六次了 就混准 那叔父啊 那了了之後怎麼辦 一定要的錢要拿出去 我說你欠他了嘛 你老公不是混流 台灣的混流營的教授 他在旁邊 他聽了說 這樣啦 以往我倒 我的退休金裡 銀杖卯花 因此吃貓死牛 先發條先開條的啊 親戚朋友的錢都是借光喔 弄成他現在 幾乎學校沒有辦法進去教了 學校又怎麼辦 我跟他笑一笑 啊 這就是中華文化道童 易經 的道理 宿命論也好 非宿命論也好 我是因果律啦 因果律 父親 父母遙 父母遙 代破 又來相生他 父母遙 名義是很有名的教授 某一方面有名 但是教育兒子是一個 最不得體的 沒有 問我怎麼辦 沒有辦法讓他 不要去投資 已經都講好了 我問他說 你錢借好了沒有 幾舊後白 還沒啦 正在要借啦 我說你不要借了 好 兒子說 不是錢給他 斷絕父子關係 他不理老父 老媽喔 我這種兒子也會死喔 所以 你欠他的 所以我們在世間上 你有多少的學問 絕對不要貢高 不要忽略喔 中華文化道童留下來的 這麼多的智慧 他說我還去問過很多修行的師傅 都說好 這個孩子會很賺錢 我要你現在 這沒飯吃很賺錢 這就是文化道童 大家學藝經 做人處處可安心 大家學藝經 做處工作可順心 大家學藝經 公司扣護無需心 大家學藝經 家庭圓滿一條心啊 大家學藝經 國家社會定太平 很多社會像這種人一直下去 有這種父親 有這種孩子 社會絕對會亂 絕對沒有辦法平 所以老祖書真 倒架吃寒很感慨的說 人來世間上都忘了自己 時時都忘了 所以老祖要 拿著這個長東八卦 那是一個鏡子 給眾生照 希望眾生能覺醒 那麼大家同展法裔 同政菩提亞 祝福各位 謝謝 謝謝 謝謝